在整刘少奇的问题上 毛泽东是主谋 周恩来是跟着干的 更确切地说是被毛脱下水的 毛虽执意要在政治上置刘少奇于死地 却不愿意背上公然杀他的罪名 这是他对待政敌的一贯做法 无论是在建国前对张国焘 王明 还是建国后对彭德怀都是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 根本用不着干这种脱了裤子放屁的蠢事 只要在政治上宣判这些人的死刑 然后给他们吃饭 拉屎 睡觉 三大任务 一直观到死完事 这样既在政治上达到了目的 又不必在历史上承担马鸣 还可以显示毛本人的 宽宏大量 当刘少奇在监禁之中患了急性肺炎 高烧不退 毛就曾批示 政治上划清界限 生活标准不降低 应该说 毛所惯用的这一手 比斯大林为了除掉自己的政敌 而在肃反扩大化中大开杀戒 更为阴毒老辣 既然毛泽东不想杀刘少奇 一向善于官封而又很会做人的 周恩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再来充当恶人 这并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处事之道 这一点 从他对处理刘少奇与邓小豆专案大湘静庭的态度上 也可以看出来 这并不是他有意后邓伯流 而是他在看毛泽东的脸色形式 文革一开始 毛泽东在一面批邓的同时 一面又在私下谈话中多次表示对刘 邓要有所区别 要把两人拆开来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 岂有看不出毛的用心之力 所以在处理邓小平专案的问题上 周自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可以不大理会林彪 江青的态度 比如邓小平专案组当时曾要求周恩来对邓本人历史上的几个 以便提供线索 进行帮助之道 他先是把这份报告压了下来 不予理睬 后又在邓入团 转党的问题上 亲自出来做证明 在邓下放江西的问题上 周氏也做了格外关照 坚持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 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在庐山会议毛 临交务以后 周更是干脆趁机把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掉了 至于目前海内外流传周恩来主张杀王光美的说法 则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事出有因 刘少奇平反后 他的子女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林彪 将轻易火要给王光美判死刑 毛泽东劈了刀下留人 不过根据作者所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和访问有关之情人 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上 当时主张杀王光美的 是江青而不是周恩来 不过江青并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 而是个别同毛奖的 后来在1970年6月间 刘少奇 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 提出 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 罪行严重 建议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并依法承办 在这里 专案组并没有严明其中所谓 依法承办 是处死还是判刑 对此 当时在中央主管这一专案的江青首先做了批示 你同意 然后送给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谢富志 汪东兴审批 林彪批了同意 周恩来则批示 应与判刑 最后毛在上面批了一段话 暂时还不宜判刑 一切这类专案 对罪犯部分调研从严 处理从宽 保护犯人 使他们感觉到出路 以便保留活证据 对将来有利 此事情中央一役 其中 保留活证据便是所谓刀下留人 的由来 就这样 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直到毛死后两年多才被放了出来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 毛泽东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减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 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 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手 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 来巩固文化大革命继承格局的部署 实际上 九大召开之日 就是毛 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势 在刻意营造的团结 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 新的一轮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 早已被文革乱举弄得心力焦脆的周恩来 还没有来得及稍稍喘一口气 就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之中 第五章 周璇在文革迎磊的内斗之中 九大后 毛泽东原本准备在政治 思想 组织上全面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完成斗 批 改的任务 实现所谓的 天下大志 但是 这一过程很快就因文革派赢累的严重分裂而进行不下去了 代之而起的是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权争 毛泽东与林彪这两个昔日的政治盟友反目成仇 最后彻底闹翻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913事件 结果两败俱伤 林彪固然死于非命 葬身一国荒漠 但毛也不是赢家 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此一蹶不振 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 终日困作酬成 异议而终 这一场宣告文化大革命破产的轩然大波 最初是从文革中抛弃的林彪 将清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的 林 将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所依靠的左膀右臂 双方本来既无渊源 也没有什么交情 只是为了斗倒刘少奇 才集合在毛的麾下 在政治上结成同盟 互相捧场类势 一度打得火热 然而 即使是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时期 实际上仍是冒台神离 各自享全金 不断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局域 演成日后文革营垒的分裂 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 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 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 换得一个接班人的空头街 林彪既不满这种状况 对文革运动也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 认为今后还是要抓国家的经济建设 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 却与毛的想法相作 由此酿成一场风波 同周恩来相比 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艺术 他不但打仗精明 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 而且在政治上也功于心计 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目三分 建国一史 林彪就有意不问政事 推说有病 婉拒了毛药奇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 被发了转业费 当时 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各地方官的念头 随后发生的高饶事件 林彪险些卷进去 更是让他深感政治上的凶险和毛泽东的反复无常 此后 林彪索性脱禀不出 闭门所拘 韬光养晦 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 尽量避开政治漩涡以自保待实 然而 林彪的命运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玄关 在中国之中的 他的韬惠之术自然瞒不过经验老道的毛泽东 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 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 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 独善起身 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过林彪 让他克服身上的 目气 在毛的政治盘算中 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 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的 还在庐山会议之前 林彪就被毛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这样一来 林彪这个军中 老三在党内的地位一跃而超过彭德怀 毛辞局的用心 多被是人所忽略 实际上 毛这时已经在暗中打彭德怀的主意 企图用林彪来挟制乃至取代彭 彭本人当时也有所觉察 曾主动提出辞职 被挽留下来 可惜彭大将军去一步间 否则当时激流永退的话 或许是会逃过庐山一劫的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 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拖并不去 在一旁静观 会议中间 他被毛泽东进击赵上山来 参加批彭斗争 折服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夺势后 对毛头淘暴力 在批门彭德怀时扮演了要角 口称援兵 对彭大张踏乏刀刀剑血 指彭事业新家 因某家伪君子 冯玉祥式的人物 称在中国 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 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 会后 在毛的安排下 林彪从隐居走上前台 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 谁不说假话 谁就得垮台的形势后 林彪为了保全顾位 带头大捧毛泽东 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 刻意迎合毛 投其所好 不审堕虽 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 林彪内心深处 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 远远超过彭德怀 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 他曾在一本词典中 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 他自我崇拜 自我迷信 崇拜自己 恭为己 果为人 此外 还有像诸如 毛 硬照顾他 使他没有小邦邦的必要 他就不小邦邦了政治上 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的指出来 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之类研究心得 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士 凭幻想胡来 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就是急了点 而反修斗争则是 骂绝了 做绝了 绝则错 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贬斥 甚至让他涉事陌生的爱女林豆豆 在震惊之余 心情灰暗 以致蒙发了轻生的念头 自杀未遂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问题上 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积极 不过因为已经上了毛的这条船 身不由己而欲陷欲深 比如 在为发动文革造舆论而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的问题上 林彪的态度开始很冷淡 与奉毛之命专程赶来动员的江青 差点打起来 据林豆豆回忆说 谈话中 江青请林彪多关心一下文艺工作 林彪表示 我不懂 江青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搬出毛 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不是他要搞的 而是土塑让我请尊神 林彪又推说 我身体不好 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 林彪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 还是敷衍了江青一下 让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出来应付江青 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而他本人则始终没有露面 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记要 其实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笔 他亲自修改了三遍 做了大段增删 并在标题上做了手脚 把原来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记要加上了 林彪同志委托六个月 这样一来 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 而且也趁势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 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 大捧毛泽东唱政变经 维文革地发动着舆论 不料 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 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片黑话 反指林彪为了打鬼 借助中奎 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 里外不是人 心里老大不高兴 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 林彪有意告假 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 对此 林彪一度表现得诚惶诚恐 推辞再三 乃至正是写了书面报告 平心而论 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作戏 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人生性猜忌和反复无常的缘故 半君如半虎 弄不好结局会很惨 刘少奇就是前车之箭 就在这前后 他曾在私下里对林斗斗说过 刘少奇 邓小平是好同志 拿掉刘没有道理 所以 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日益明显时 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 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 为此 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而是有意请了假 在大连疗养 会议进行过程中 毛泽东决心换马 只派汪东兴钱去传他的话 让林彪一定要出席 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 林彪手勉强回来的 他一回到北京 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 毛亲自登门看望 做他的工作 据林彪为过门的儿媳妇张明在自传上说 林彪回京后 毫无喜气 见到毛时 连连坐衣 脱称身体有病 不愿意当接班人 对此 毛泽东很不高兴 本来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林彪却不顾大局 打起退堂鼓来 至此 毛当面批了林彪 指他想当明氏宗及明朝家境皇帝 全信道教 不问正是作者住 毛还用激将的办法将他的军 说 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弄得林彪有口难辩 在这种情况下 林彪只好从命 内心惶恐更甚于受宠若惊 这一点 从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可看出 他几次表示 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 中央给我的工作 我自知水平能力下购 意料是要出错误的 肯辞再三 但是 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 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 试一试 随时准备交搬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 就不能不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泪战 他一登台就不同反响 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 表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 直称 要弄得翻天覆地 轰轰烈烈 大风大浪 大脚大闹 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绝 无产阶级也睡不好绝 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大奖开展文革的必要性 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 我们做误盘 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还提出 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 生一批人的官 保一批人的官 不过 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 的头衔只是个虚伪 在毛泽东重返第一线 独揽大权的情况下 并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 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 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 决断权在毛 执行权在周 而他不过是一个性价牛的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 他捧毛卖力不讨好 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 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录给江青 白纸黑玉 落下把柄 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 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 弄得不少人都知道 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 同时看出所谓文化大革命 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殿 他虽然贵为副统帅 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 借助钟馗 平心而论 这里不全是林彪的多心 实际上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 林彪都被蒙住鼓里 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 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慎了了 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 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 而作为 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俯垫 处境着实难堪 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体也不好 毛泽东大肆接见红卫兵的举动 实在让他吃不消 但不赔又不行 有时到了难以支持的程度 有一次甚至从金水桥下走不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 林彪实在不大想干这种名为接班人 实际上只是各跑龙套的角色 曾几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流露过这种想法 不过 林彪这时已经是身不由己 骑虎难下 他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满意 但也不便表示什么 他的对策是索性顺水推舟 继续撑并不出 当甩手的二掌柜 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 能躲就躲 从不主动表态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大事不麻烦 小事不干扰 叶群则把他总结为 三不主义 即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 这样既免遭毛泽东的猜忌 又可落得超脱 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 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桓 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 反对诸如副统帅 助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一类提法 乃之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声明 今后一切演出 一切会议 一切文件 一切报刊 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 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 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 紧跟毛泽东的形象 一眼是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 所谓言不离主席 手不离语录 突出主席 主席华元我华圈 等等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 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 要求随时提醒首长 帮助把关 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 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 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 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 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 和送等字 一律改为成字 对此 叶群曾说得很明白 首长所处的身份 写请主席如何如何 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 写成主席 就不犯嫌了 当然 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 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 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 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 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 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 于是 他除了在政治上做出紧跟的姿态 配合毛豆倒流少旗以外 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 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 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 即所谓 双一级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作者诸的老部下 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项调整 的旗号 排除一级 招兵买马 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 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 拉过来一批 保护一批 拥护你的人要保 反对你的人要打倒 中间的人拉过来 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 利用当时北京513事件后军那两大派斗争的形式 一打一拉 砸烂总政阎王殿 压垮厂冲派 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 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 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 以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先是享用杨成武 后发现他有异心 虽换马作者驻 空军司令员无法宪 海军第一正为李作鹏 总后勤步长秋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 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 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 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同时 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间力量 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 进而稳定全军 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 在这种情况下 毛对林彪拉帮结伙 扩充势力的种种做法 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 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 互相利用 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 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为氏 说 现在趁乱的时候 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 我也替你去抓人 江青还通过应干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 去上海查抄照单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 以便销毁他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 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 照片等 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报无法宪 邱惠座等手下几人大将 后来又为了整调杨成武 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 同意把他拿下来 事成之后 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 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 带头吹捧江青 称他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 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 并派版决定 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1968年3月发生的杨预复事件 是林彪将青两大势力 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 在此之前 双方虽然也有某些局语 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 在此之后 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 但立香的则是暗中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 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 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 随即出现了裂痕 还没有开九大 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 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 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杨与副事件后 被林彪试点进京 兼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 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 更是对他宠信有加 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 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 所以 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 风头超过江青 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一事 就被江青找查而来了个下马威 整得灰头土脸 其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 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 要列上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等一大堆名字 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 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 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 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 在搞独立王国 在1968年5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江青大发雷霆 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 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 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他封锁消息 宣称老娘就是中央 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 无法先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 清理思想 还取消了原定由黄帅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下去 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他 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 其中原由一直可以追溯到本书前面 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二堂之前 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 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 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 于是迁怒于人 再加上当时黄永胜 也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 放了炮 指明道性的批评了江青 后来再反击 二月逆流时 江青非要调他做检讨 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 始终顶住没有理睬 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江 又因参加过秋收暴动而获得毛泽东的赏识 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 没有上门烧香拜佛 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 于是老丈新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